如果我过了龙,就去到第二个话题了, 就是这麽高层次了,太空了。 为什麽会讲这个话题呢? 我就要从最近俄罗斯, 由普京直接宣布一件事, 公开新闻来的, 它说是普京发表了一个新版的, 俄罗斯不是中国, 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战略, 刚刚最新的,昨天有新闻,今天见报的。 好了,它裡面主要讲什麽呢? 太多了,不讲了,最主要的, 看一些精神的要点, 它说这个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战略, 是涉及对称与非对称的措施, 即是有一些事情来讲,可能俄罗斯强, 有一些可能俄罗斯弱, 有一些可能俄罗斯跟某些国家友好, 有些是敌对,有对称有不对称的, 它裡面就带出一个, 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是要有对称与不对称的措施, 才立了的前提,你不要在一些细节裡面去挫它, 这个来讲就是令到它是立于不败之地, 解说上面是容易去还击的。 好了,第二个特点是什麽呢? 它整个战略裡面, 是很突出中国跟印度跟俄罗斯的关係,是吧? 这裡又有一个巧妙, 大家都看到中俄的关係是俄罗斯裡面最突出、最重要的, 为什麽它现在中俄跟俄印关係呢? 是两个并行的, 我过去都讲过了, 其实俄罗斯又卖武器给中国, 又卖武器给印度的, 过去历来卖给印度的武器, 即使是同款和那种, 但是级数都不同, 卖给印度的那些级别是卖给中国的那些高级, 如果纯粹只是这两种俄罗斯出口的武器, 大家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正常的技术人员之下互坑呢? 印度那些打赢的,是吧? 这些已经是公开的事情来的了。 所以现在在它那个国家安全战略裡面, 是突出俄罗斯与中国与印度的关係并行的。 这个表述大家都觉得有点怪。 好了,第三点它是批评美国的, 这点一点都不怪, 因为你批评美国是俄罗斯眼前的需要。 好了,讲完它这个重点之后, 我跟着就要讲到一些具体, 细緻一点的分析了。 第一个,timing,就是时间, 为什麽俄罗斯在这段时候, 去讲一个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呢? 好了,大家先看一个时序。 第一件事,就是普京刚刚才在6月28日, 与习近平进行了视像会议。 中国方面,我们强化中俄有好, 以前都未试过那麽好的。 不断强调,俄罗斯都强调的, 不是中国单方面的。 不过,稍后我再讲一些关键位, 一些小节位,大家再看细緻一点。 为什麽我讲一个timing呢? 这个timing就是在普京, 又跟美国总统拜登在6月16日, 我也不知怎麽记得这些什麽日子, 6月16日就在第三国瑞典在那裡开了一个高峰会。 拜登和普京,大家面对面谈。 出来之后,虽然大家都不是结盟, 不是揽头揽颈, 也看不到美俄关係有什麽好转。 但是你这次见面之后, 你说最关心的,不是最担心的, 又关心又担心,是谁呢? 是中国啦,是吧? 又怕俄罗斯, 历代以前沙俄到苏联到现在俄罗斯, 都善过中国的。是吧? 所以在外交策略上一定有, 既要收好,但又要有预防。 如果只是有第一,而真是打开心给人看, 这个世界真是不会这样的, 我不是挑拨离间, 我只是讲出事实而已。是吧? 好了,那个timing你就看到, 现在美俄进完高峰会之后, 习近平即刻要来一个中俄的视像会议, 强化这个关係。 跟着俄罗斯自己,因为这个是他的国家安全战略, 是个单方面就行了,不用理你。 在这个时候出来, 其实是否增加了俄罗斯自己本身的本钱呢? 这个很明显, 诡议中国、美国现在都欠我? 你现在争着要跟我做什麽嘛? 我现在是皇帝女来的嘛。 你们两个都要跟我勾手指, 跟着拖手仔,跟着招臂挖。 那我当然是调高来卖的了,是吧? 所以整个国家安全战略出来来说, 是中外股金的常态来的。 好了,我们再看看细致一点。 我们看完整个新闻, 以至看它自己公布出来的。 我不懂得看俄文, 我只不过看一些外电,它都有英文的。 我發觉它裡面的东西, 真是太空来的。 什麽是太空?太空。 既是太空站的太空,又是空空如也的空。 看完之后虚多实少。 这是一个总体印象。 你说战略,说明战略不会讲到死的了。 好了,我们又讲一些从战略带出来, 大家都关心的一些策略。 但是我没有见到这些策略上, 这方面中俄是有共同的表述。 是什麽问题呢?其中一个是阿富汗。 阿富汗现在美军就要撤军了。 中国和俄罗斯都很想美国尽快撤军。 现在都在撤,撤完最好了。 但是在美、俄双方聊天时来说, 俄罗斯很清楚, 是要求美国在阿富汗撤军的, 讲到明的。 但是在现在中俄双方的会讨, 视障会议, 跟着现在俄罗斯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里面, 没有什麽提到中俄两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 共同立场。记住, 因为大家有共同利益, 虽然大家的利益都不同, 共同利益就是美国尽快在阿富汗撤走, 最合乎中俄两国的利益。 你撤走了之后, 中俄两国在阿富汗的利益就会开始碰撞了。 第一,俄罗斯都曾经出兵去打阿富汗, 即是去控制阿富汗。 跟着如果你说美国走了之后, 你说中国踩入阿富汗的脚步快, 还是俄罗斯快呢? 当然是俄罗斯快了, 俄罗斯那裡已经有以前的基础了, 俄罗斯做烂仔是比中国烂烂, 老实说,我不是抵挥中国, 你看看, 俄罗斯克里米亚最近英国的军兰, 俄罗斯真的可以这样做, 你中国烂都不会烂到这样,是吧?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中国就说美国撤了军之后, 俄罗斯你都不要踩着脚过去, 因为中国自从第一次的中东战争, 即是美国打伊拉克那次, 美国就是由下面阿富汗上去, 上面由中亚地方下来, 结果美国去完阿富汗之后, 影响力两边都不走, 中亚阿富汗都不走, 所以中国在那裡要扩大你的影响, 尤其是那边是中国的西南, 涉及到很多恐怖活动等等, 所以中俄在阿富汗的利益既有一致又有不同,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大家有没有發觉, 没有任何共同的声明在阿富汗问题出现过。 好了,跟着较早时候, 俄国与中国再将中俄目伦友好合作条约, 为期20年,现在现场好, 但现场多久呢?5年。 通常这些来说,一般都现场10年, 大家对5年之后的中俄的关係仍然要走着肖, 用国内的说话走着肖,不是说恶化, 但从策略上不要一下子抗到10年, 因为到时都不知怎样变, 俄罗斯又会不会整股中国, 中国又会不会5年裡面强大, 甚至连俄罗斯都可以飞走。 这裡看到国际上哪有信这个字的,是吧? 好了,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你有没有發觉呢? 刚刚昨日的新闻, 就是中国的天宫太空站, 两位太空人出仓, 十几年来第一次再到出仓, 中国马上这是一个成就, 没错,我完全不否定的, 不过大家如果有留意宽一点, 你就会發觉就在这段时候, 中国再放一个消息出来, 就是说什麽呢? 就是中国和俄罗斯现在马上启动了中俄国际月球科研站的项目, 已经谈了很久了, 但是现在就出仓了, 马上宣布现在中俄国际月球科研站项目, 在月球而已,不是去到火星,不是天宫等等, 为什麽会那麽紧接出来呢? 有些人教我, 其实这就很说明, 中国现在航天科技上面, 有很多独立自主研发, 但是也有很多是跟俄罗斯合作的, 以至是要俄罗斯的经验, 大家在互防之中又要交流, 交流之中又要互相撤防, 这就是握手之中的角力, 角力之中的握手。 现在中国很怕俄罗斯会不会突然跟美国有什麽背后默契, 令到太空站现在的综合角力的提升又可能有问题, 所以马上要扣与俄罗斯的关係, 所以立刻宣布, 真的一出仓没多久, 启动中俄国际月球科研站项目, 加紧扣着这个关係。 大家看到俄罗斯现在最大赢家, 中国要扣紧中俄关係, 多过俄罗斯要扣紧, 美国扣紧美俄关係, 又小过中国要扣紧中俄关係, 理念已经很清楚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马上引述中国自己本身内地的传媒, 我告诉你,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打新闻, 如果你说是假新闻, 麻烦你指出来,就是财经网, 财经网就引述俄罗斯的专家, 他又没有讲什麽专家, 他就说俄罗斯的专家很可能是研究中俄关係等等的专家, 引述他什麽呢? 他就说国际上, 西方世界骂中国有扩张野心, 俄罗斯的专家就说不要, 你怪错中国了, 多友好,多紧密, 国际舆论上都帮中国手, 财经网就引述了这些俄罗斯的专家怎麽讲, 他就说中国对俄国毫无, 即从来没有任何领土主张, 不知是否写扩张, 我看文字就是主张, 他的意思就是说, 含义就是说中国在与俄罗斯涉及领土来讲, 好像没有什麽意义的, 他裡面我不知道有没有理解错, 不知是主张或扩张, 好了,引述原文, 翻译过来的原文, 因为我不懂得看俄文, 他裡面讲的俄罗斯的专家就是, 他说中国人是,即是外国人, 外国人说中国人是好战,即是好打仗, 富有侵略性的民族, 不是,俄罗斯说不是, 你这样骂中国不对, 他的答案就是, 历史恰恰相反, 他们即是指中国, 他们是唯一输掉所有战争, 被任何人战胜过的民族, 他到底想讲什麽? 是呀,从晚清到现在, 中国不侵略人, 所以即使跟以前沙皇, 尼布楚条约,海运条约等等, 全部是产底给人的,是吧? 所以这句话我不知道是捧中国, 还是贬中国, 这是国内财经网引述的, 可能这个不知专家是怎样的, 我只是照原文讲出来, 他们即是中国, 是唯一输掉所有战争, 被任何人战胜过的民族。 这一个我又从另一个角度去看, 是激发中国,激发不是激发, 激发中国人的自强之心, 可以的,文学语言是任你解读的,是吧? 好了,正因为这样的时候, 这个俄罗斯与中国的关係究竟稳固去哪里呢? 这个就要看两个实, 一个是实力,力,力是两个力, 一个是实力,利害的力, 你能不能令对方感到有实力, 就不要跟美国走到那麽埋, 这个又要看你实力和实力, 这些只能够继续观察下去了。 好了,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跟大家分享了这两个话题,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